下面给我们讲菩萨的德 第一个 吹拂一切魔君 魔是障碍 是烦恼 是干扰 这都是魔的意思 吹拂 这是破除的意思 降伏的意思 魔有四种 前面学过 第一个 五云魔 是我们的身体 四大五云成就的 四大五云障碍我们 自信里面的智慧的能不能兴趣 所以 佛告诉我们 魔头一个是讲自身 身心 确实 受许许多多苦难 折磨 第二个是烦恼 第三个是死母 那就是寿命不长 修行 功夫还没成就 说明到了 那这一转世 这一身修行的 都忘掉了 转世到哪一道 不知道 纵然到人道 也像大病一场 过去的记忆 也全部失掉了 借着修行 修若干年 跟潜意识的智慧 才能够借得起来 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 深深实实 无量借来 如果不是过去身中 善根深厚 这一身遇到佛法 不见得能拯救 这一桩事情 现象太多了 我们要有高度的 警觉心 这个警觉心 这一身决定要拯救 不拯救 不爱来这一趟 太冤枉了 人生在世 能遇到大臣 能遇到无量受监 能遇到这样好的本子 这么圆满的基础 你细心就想想 这容易吗 几个人有这么大的福报 这样殊胜的缘分 遇到了 真正遇到 求生净土 不难 摆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亲自看到 听到 三年五载 成就的 躲 我们为什么没有成就的 没有真感 真感没有一个不成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